大家好,我是Alice, 欢迎你来到我的Alice in the Austin的频道 上一集说到我去了福建渡河大社,本来想登上渡河山山顶 但由于太多游人的缘故,所以取消这个决定 最后不如决定早点去贵船神社,看看会不会这么幸运,排到吃流水面 最后非常幸运地吃到今年最后一天最后一场的流水面 如果大家想看这么精彩的节目,请你看我上一集《京都散步》 至于今集都是去散步,地点就是我第一次去的京都府御治市 这一天我就在大阪南坡出发,由南坡去御治是非常简单方便的 这一天我就在大阪南坡站坐御堂根线,去到定屋桥 然后下车出闸,再转京板电车去出丁楼的方向 那期间就在中书岛站下车 之后就走去第三个月台,再转京板宇治线到宇治 订过行程大约是70-80分钟左右 其实在南坡站去御治除了坐京板电车之外,亦都可以坐JR 京板电车车费是比JR便宜的 如果大家都是在大阪和京都来回这样玩,我自己觉得买京板电车的day pass是更化算 很快,我们就来到宇治站,我们下车吧 京板电车宇治车站内部设计相当特别 大家来到的话,记得要放慢脚步欣赏一下 它是以清水墓構成的大圆窗和圆壶形的双拱门作为主要设计 这种设计有点像置身在迷宫里的神秘空间一样 这么正的设计一定是出自明家之手 宇治车站是出自明京都建筑师若林港行的作品 令人好像感觉到从陈世进入奇幻世界的奇妙仿佛 我们会从出口二出去,宇治的景点是非常易去 全部都是在暴行之内 宇治是以宇治木茶和两个世界遗产寺庙 平等院和宇治相神社而闻名的 在车站出来之后沿着河边走到宇治桥 这条宇治桥就连着宇治车站 和宇治最繁华的平等院表参道和商店街 过了宇治桥之后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灰色寮居 它是怨神社一支寮居 在箭嘴进去就是宇治桥通商店街 宇治最出名的景点平等院 就是这个灰色寮居左边这条巷子走进去 这里就是平等院表参道 这条表参道不是很长 它在宇治村的旁边大概是两三百公尺 这里的茶屋两三部就有一间 也都有不同的宅货店铺 平等院表参道上的餐厅 都是以抹茶口味做噱头 例如有抹茶冰淇淋 抹茶饺子 抹茶拉面等等 在这里又怎样能少得那些非常出名的人气 抹茶甜品店 在1832年创业的伊藤九游惠门,在这里也有分店 这间分店没有糖食甜品,而这间分店最有名是鱼子板抹茶圣代冰棒 它是用抹茶和其他食材一起组合而成的雪条 虽然只有在日本才买到,但我这次就没事,因为我要留肚吃中村藤吉的甜品 另一间人气甜品店就是中村藤吉 1854年就开业到现在,是非常有历史的品牌 曾经在大正和超和天王的时候被选为中供给黄色的茶 餐点内容基本上是以各种茶饮和甜品为主 而主餐选择只有抹茶巧物面 不如我们一起点餐先吧 这一版就是一些特色的茶饮和抹茶饮品 一边扫下来看看有没有我想吃的甜品 对了,有了,就是这个了 原来也挺贵的,1800日元 这间分店的甜品不是太多选择 如果你想吃用冰镇过的竹筒而装着的人气甜品 例如软十圣袋或者生茶果凍就要去本店才吃到 而中村藤吉的宇治本店就是在JR宇治站附近 我预订了这个甜品是平等软店限定的招牌圣袋 Green World 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就是抹茶奶油 是真的非常好吃 冬蛋糕就从温和的奶油开始 而有些少少红色的就是紫苏花碎 底层这些就是抹茶雪糕和抹茶果凍 真的很好吃 抹茶的微苦洁味 和奶油、雪糕、红豆沙、白肉的甜品互相融合 整体味道非常协调 不会太甜 不会有太化学的感觉 这里再抹下去就是抹茶豆沙 和有些玄米粒 所以咬下去的时候就会有脆口感 虽然这一杯甜品就贵了一点 1800日元 但味道实在太好吃了 不枉我今早连早餐都不吃就来这里吃甜品 大家都看到甜品的外形平平无奇 但里面就暗藏玄机 所以每一个甜品都配一张卡 好贴心地讲解究竟里面是什么 除了每一个甜品都配一张卡之外 每一个甜品都附送一杯热茶 因为吃甜东西就要配茶 吃完甜品之后就去店铺外面看看 中邨腾吉的平等丸店 这间店的风景是非常漂亮的 这间店有室外座也有室内座 顾客无论坐在哪里都可以一边享受甜品 一边欣赏美丽的宇治村 离开中邨腾吉之后 我们就向前直走 很快就来到宇治最出名的名声 平等丸 世界遗产平等丸 兴建在1053年 由平安时代 权倾一事的藤原赖通 继承父亲的别墅 而改建移成的佛子 古老的平等丸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 就是这一座建筑物 这一座面对亚智慈而建 初期因为致奉阿尼陀月来 所以得名的名叫阿尼陀堂 后来因为阿尼陀堂的外形 好像玉震刺而飞的禽鸟 在中堂锡圆 还有两只尊贵象征的金铜凤凰像 于是在江户时期 这座建筑物就改名为凤凰堂 而在现今流通的日本10N硬币 和1万N纸抄的背后 都分别印上凤凰堂的外观 和凤凰堂上面的凤凰 可见凤凰堂对日本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参观平等丸庭院的入场费是600N 如果有人想另外要参观凤凰堂内部的话 就需要额外再付300N 我们看到买了票的参观者 去按住预定时间 终入凤凰堂的内部参观 每20分钟有一组人参观 而每组是限住40人 平等丸已经有千年历史 而凤凰堂这个造景 也是日本人对西方极乐世界想像的模样 在平等丸慢慢散步 兜了一个圈之后 又是时候离开了 在平等丸正门出去转右 就看到一间有着浓浓日式风味的starbucks 里面的庭院和内里设计 也是非常优雅的 但是这道食物的款式 我觉得平平无奇 反而我很喜欢这一对日本starbucks的啤啤熊 在平等丸出来之后 就准备前往羽字村的另一边 看回这个地图 如果要去羽字村的另一边 就要经过两道桥 和中间的中枝岛 首先我们会先经过这一条灰色的桥 它叫做骨桥 然后就到了中枝岛 就是羽字村中间的岛 中枝岛原案是上樱花之地 每年四月都有举办樱花柜 游客可以乘搭游览船上樱花 这一天见到在羽字村上 都有好几艘游览船 游客们可以坐着游览船 一路在船上用餐 一路跟朋友谈天雪地 相上都十分写意自在 经过中枝岛之后 就来到这一座珠色的桥 这座桥的名叫做赵墓桥 它是连接了中枝岛和羽字神社 在赵墓桥走到来 首先会见到规模比较小的羽字神社 这个就是羽字神社门口的珠红色大寮居 神社门口非常庄严 路旁的树木更添加庄严的氛围 它建于1215年 已经超过800年历史 但到入里神社会再见到一个小型鸟居 这个神社规模较小 有人又不是很多 但是处身在这里感到非常安静 甜淡自然 据说羽字神社是在球学业方面相当灵厌 这座本殿被日本政府指定为 国家重要文化财产之一 真的值得来走一走 另外由于这个神社和兔子的渊源很深厚 本殿周围都摆了兔子的雕像 或者图案的装饰物 或者是兔子造型的绘码和御手 离开允治神社之后 就由侧门出回去 沿着这条路往北走 就会见到和允治神社门口 差不多大的珠红色大鸟居 不过大鸟居旁边 就有一块大大的纳碑 纳碑上面刻着允治上神社 世界文化遗产 允治虽然及不上京都大阪那么热门 但是在日本文化上 占有重要位置 宇治拥有两座世界遗产 除了刚刚去过的平等院之外 还有这一座日本最古老的宇治上神社 这个神社被树木还晓 院外建筑上还布满青台 给人一种充满灵气和自然融合的清新感 有一种莫名的安定、舒服的力量 穿越了这个大门之后 正面就见到是拜殿 它是一座国宝 是廉仓时代的优秀建筑维扣 今天拜殿这里可能有聚会 入殿之前入殿者要脱鞋 大家见到殿外的鞋子排列得井井有条 就看得出日本的整齐文化 拜殿前面有两座青衫 代表阴与阳 传说是神降临的地方 可以吹吉地空 而在这里也有售卖小包装的青衫 让客人购买 日本人认为万物皆可敬 因此在神社内的建筑 甚至是大树和石头 都围着这个柱连城 是提醒有人 不要任意触碰社内的一草一物 这间部门青台的木造屋下 是一口活泉水 是宇治七名水之一 和圆泉 是宇治唯一现泉的涌泉 这间是宇治上神社的主殿 它是全日本最古老的神社建筑 建于1060年 距今已经就快一千年了 能够把一千年前的木制建筑 保存得这么完善 可见日本对于文化财产的保存 下了不少心思 虽然贵为世界遗产和国保 但是前来拜访与至上神社的人潮 远远及不上很多京都市区的名声 虽然这里不是很热闹 但这里真的和平等愿一样值得一游 神社内陆意安然 被自然环境还晓 再加上可以欣赏近千年的木造建筑 四周环境清幽闲静 真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好地方 宇治这个几乎和抹茶画想等好的小城市 在大部分来关西玩的人眼中 都及不得大阪京都 内梁甚至神户那么重要 时间有限的游人 常常都会过站不停 而参加旅行团的 就更加好少来预置了 大家有时间的宁愿去 在深齋桥梅田 添王子去血拼购物 又或者去同样坐京板 电车去倒的 门真市三者OLED走下更好 所以这里的游客相对少 在好山好水违晓之下 宇治就成为了一个清新安静的小城 在这一集 非常推荐大家到宇治 吃木茶 行古迹 山山步 安安静静地感受一下 宁静古雅的气氛 今集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影片 请你记得点赞 如果你还未订阅我的频道 请你订阅和分享给朋友 我每一部影片虽然不是什么大制作 但都是我用心去做 希望你喜欢和继续支持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